你好 欢迎收看1月16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有鉴于台东马街医院周边长期停车会不足 造成地方居民及就医患者困扰 16号上午台东县政府会同的马街医院 东海国小及东海里长等单位进行会堪 针对国小操场和一月周边有很多处的空间 严领规划可习方案 希望在3月底之前可以获得结论 也进一步向中央争取经费来进行改善 台东马街医院前道路上车辆来回穿梭 寻找停车位 在周围停车位不足院内停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庞大的停车需求是当地居民及就医者长期的困扰 对此台东县政府16号上午 邀请县长饶慧林 台东马街医院院长王公亮 及东海国小校长黄玉敏等人 听取停车场规划简报 马街医院附近停车场停车位严重不足的一个状况 其实困扰地方民众非常久 那正好前瞻计划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给我们来去申请 所以我们用很快的方式就赶快先争取到一个可行性评估的计划 那这当中其实有一个比较去争议的方法 土地是利用东海国小地下的运动场 开挖地下的运动场 家长会也有来做一个陈述 这边开始动工了以后呢 我们小朋友是连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如果说配合的基地可能是某部分的话 篮球场或者是停车场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配合 可是如果说范围这么大的方式的话 我们688个小朋友整天都关在教室里面 这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会考量 会做最大考量 希望能够不影响我们学生的权益 目前台东县府已争取到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经费 并计划在3月底前向中央争取前瞻基础建设经费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导 夏家会台东市报导